在2015年的时候 曾经有上千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 他们发了一个公开信给联合国 就是说这个AI的武器的竞争 再这样走下去的话 那又没有新的伦理的规则来控制 所以到最后会是他们很担心 会有巨大的人类的灾难 那我也记得说在2018年的时候 Google它本身的很多的工程师 他们是集体辞职的 辞职的原因是因为Google公司 跟美国的国防部合作的军事计划 那是要用Google的技术 来让无人机可以更精准地锁定 你要攻击的目标 那么这些工程师认为说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AI知识 不应该被用在杀人的领域上 所以这两件事情加起来 就是牵涉到说 当我们AI的技术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的道德跟伦理的规范 完全没有跟上 那我们今天所谈的到现在为止 重点都在于 尤其是我们台湾人会感觉到 备受威胁 我们都在讲备战跟战争 那么在相反的部分 对于和平的努力 根据对这个趋势的未来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有 那你如何防备 那个最后的大灾难的那种思维 有没有发生 其实老师讲得很好 其实之前大概 大概差不多也就是在 老师刚刚提到那几个时间点 其实西方对于 就是无人机在战场上的滥用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反噬 就是我刚刚其实里面有讲到 但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讲太多的 但我只能就是说 因为毕竟就是你 当你隔了一个半个地球 去决定那个扭要不要按下去 或甚至于按下这个扭的时候 会造成一个多大的附带损害 就是那个原本不应该被那个飞弹 或炸弹炸死人 被那个飞弹跟炸弹炸死人 其实在世界各地 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反无人机 或反那个UAV作战的这样一个浪潮 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些那个重要的这些国家 他们所做的这个努力呢 是提高辨识度 然后另外是控制他们的这个弹药的这个大小 例如说像过去 美国可能用无人机 丢一颗可能250公斤的这个炸弹 他现在改变可能丢一颗50公斤的 就是减少这个附带损害 所造成的这个不必要的伤亡 或非合理性的这个伤亡 另外他透过AI的这个方式呢 去提高他动武的这个权力的 那个下指令的这个 或者说要在整个过程之中 去提高他下指令的这些人的层级 以及这个指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责任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这些 无人机使用的这些新秘国家 有在做一些努力 但当然如果说跟整个市局的这个影响比起来的话 那可能还是再小 刚刚讲到无人机的事情 所以我想请问说 在纳卡共和国的战役里面 亚赛拜然用了很多种无人机 像是传统的游荡型弹药 跟反辐射游荡型弹药来组合 把亚美尼亚传统军队毁掉 那我想问的是 中国也是无人机的大国 那这场战争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他们也参考来 对我们使用的部分 而且我们对无人机的防护似乎也很少 所以我想问说 我们军队可能要以什么样的方向 比较好应对这种攻击 其实你知道讲到无人机 我大概前几年每一届都跑去珠海航展看 然后我看到大陆的这个无人机的发展 然后在对照我们那个飞飞就掉下来的这个无人机 我真是看到就觉得 那种挫折感非常强烈 因为我刚刚其实在里面也就讲到 今天中国大陆它本身无人机 因为它最早它本身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时那个川普 要退出这个中岛条约 因为很大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无人机的外销 受到中岛条约非常大的限制 因为它里面很多包含资讯传递 然后导航等等各种的这种科技 都在当时跟苏联 俄罗斯所签订的这个中岛协议里面被限制住 所以你看他一旦宣布说我退出来了 很快一件事就是宣布要卖给我们台湾四架那个无人机 当然这一次美国他们所要卖给我们台湾这个无人机 很大的一个部分 大家不要想象说这个无人机是能够到万里之外 进行这个斩首的这个诛杀任务 大家千万不要想不要想那么多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它是要提供我们海峡当面上空 一个长时间在空中长时间制空的一个侦查 还有包含通讯中继等等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即便 在过去中岛条约限制的时候 美国人是都不能卖给我们的 那你看面对中国大陆我刚刚讲的 它现在从小到大 然后它甚至已经完全建立到一个无人机的体系 然后输出给它的这个 跟它买无人机的这些国家 而且虽然说台湾的媒体往往看到什么 在沙烏地阿拉伯哪边这个被大陆的这个 什么彩虹或翼龙无人机被打下来 然后就要给它对方删笑一下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是后面人家已经对这个整个东西 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体系 无人机从大中小 长时间的那个短时间的 侦查的侦查打击一体的 而且甚至于还为这一个无人机开发一系列的空对空 空对地的这个武器 这个他们的体系已经非常完整了 而且一旦面对到就是说两岸军事冲突的时候 其实我们刚刚看的影片里面 它没有去刻意太强调无人机的这个部分 其实甚至于我觉得如果真的万一两岸军事冲突爆 万一对很不幸爆发的话 大陆对我们第一波的攻击除了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之外 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它小难以侦测 而且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一旦飞过来之后 相对来说我们能够进行有效防御的方式 其实以目前来讲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再加上两岸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么近 其实说真的台海台湾的这个防卫的这个环境来讲 对我们先天而言非常不利的一点是 我们离我们的主要对手非常非常近 如果今天台湾再往东边飘个500公里 那我跟你讲天下可以太平很多 但问题事实上你的市场环境就不是如此 所以政府要做的努力方向其实很多 特别在无人机这一块是 网上有一个网友问就是以色列跟新加坡 他们的国防其实外面也有很多撑道的地方 他们的策略有没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比较台湾来说 以色列来讲那当然不用说 他后面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这个支持者 美国在军事科技上来说对他几乎可以说毫无限制的 这样一个支持 这个东西是我们台湾所远比不上的 那当然台湾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 台湾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我们的军民之间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互通的这个情况非常有限 也就是我们的军方往往搞不清楚 我们的民间的能量在哪里 那同样的民间也搞不清楚我们的军方到底要什么 也就是说以台湾来说当然OK 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以硬体的供应能力 或硬体研发能力来讲这些中小型的这些科技厂商 所能够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源 或者说提供一些产品来说 会对我们的国防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注意 但是呢我们的军方往往基本上来讲 就有很多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是好的一些情况在 所以就变成说如果未来 我们台湾能够军民融合或军民互通的这个地方 能够做得比现在更好的话 我想也许我们面临到我们刚刚讲到那些问题 它所能够解决的这个程度会更高 我们在场还有没有 刚才提到说未来战争对于计算 或者是那个AI对计算的要求 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重要 那现在就是美国来限制 我们那个计算 就是牵涉到半导体的能力 那现在美国来 就是有来限制那个大陆的半导体的那个发展 你觉得如果这个如果这样限制下去 在未来几年之内 中美之间的那个科技的差距 会不会因此而拉大 不 我觉得反而会借此而大幅缩小 因为其实如果当你能够把科技给对方的时候 相对来说是你控制对方一个很好的方式 其实中国大陆 第一 它的武器里面 我可以跟大家讲 基本上不会装美国式的晶片 一定都是在他们中国大陆自制自产的这样一个 晶片 为什么 因为以电脑晶片这种东西来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武器高科技 它用东西一定是世界上最先端 或等等干嘛 其实大家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你拿手机玩这个愤怒鸟的时候 对不对 你的手机运算的能力 已经超过1968年NASA登录月球的时候 那个全NASA的电脑的运算能力了 所以就是说 真正用在军事武器上 不管是晶片也好 或者是科技也好 它可能要的不是最先端 不是速度最快 不是最强的 而是要稳定 像比如说现在哈勃望远镜 我记得几年前哈勃望远镜 美国NASA 帮他做了一次性能提升 把他中央处理晶器的那个晶片换掉 换一颗什么 换486 现在大家可能搞不好很多在场人 还不知道486这三个数字的意义 换一颗486的晶片上去 所以也就是说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美国对大陆这样一个晶片的这个限制 会限制到中国大陆军事武器能力的进展 相对的 而且我觉得反而会帮助它 为什么他知道这块他会被限制 他知道这块他受到国际的这个封锁之后 他会自己去寻求突破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可以用 去登录 无人探测器登录月球 甚至于他们也在下一个阶段 要去进行火星探测的一个国家 以及科技能力 那他们人家也弄出了自己的弹道飞弹 跟高超音式武器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 网上有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 有一个网友问说 其实他们在高中也有全民国防教育 究竟全民国防教育 现在能够教我们什么事情 应该要怎么样才行 另外有一个 也问到就是作为一个个人来说 除了现在关心这国防议题以外 面对未来有的这样子的变化 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一个心态来看它 全民国防教育课程 当然是教育部所规定 然后高中大专里面都有 而且我还蛮多次 有大专的老师朋友 去邀请我去给他们做 一两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讲座 我会觉得 这个东西对于有心有兴趣的朋友 是有帮助的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 好像对这个议题 并不是那么的有兴趣 所以对他们来说 基本上是一个 得到一个营养学分的一个重要过程 那但至于你说 其实台湾来讲 我们真的其实面对的 这个军事冲突的风险跟威胁 是非常大的 所以才会看到近几年来 有非常大的强烈的声浪说 要求恢复这个真目并行制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是真目并行制 但是我们的这个真兵 基本上只剩四个月了 四个月的兵能干什么 这个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说真的就要感谢 这个陈前总统水扁 他在第二任期的时候 那四年一年减掉 一年减掉 这个一两个月的这个兵役的时间 弄到最后马政府 然后这个有了很好的理由 走向这个全目兵制 然后现在所有人都怪马英九 其实这两个人的责任一人一半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 以台湾所面对到的这个军事威胁来讲 一个义务兵制 而且这个义务兵的时间 可能甚至要到两年左右的这个义务兵制 其实还是对我们的防务需求非常大 而且重要的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去做这种事情 这是一种政治自杀好不好 他做这个事情 他后面这个选标就从得罪光了 一般人其实我觉得当然 每个人就看每个人有兴趣与否 但是说真的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所面对到的这个军事冲突跟军事压力 其实非常的明显 也就是说今天毕竟两岸之间 它是处于一个内战未解决的状态 其实情况是一个内战的timeout 它还是暂停 它不是 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还是个现在进行式 那当然 所以你说从对岸的这个角度来讲 它很有可能会 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办法 让它在 有很多的情况 没有办法让它接受或满意的情况下 它其实是有可能会重启内战的这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两岸之间的情况非常特殊 我们跟韩国不一样 韩国还有当时 联合国签的这个停战协定 对不对 你看两岸之间这个内战 后来在后面变成一个单打双不打 某种情况下变成双方各自在打混 以至于变成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 但是这个内战还没有结束 就是双方并没有签订任何一个和平或停火的协定 或者所以战争离我 离你我非常近 基本上它是跟你每天睡在一起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必须要理解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防卫环境 跟两岸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峙的这样的情势 大家必须要在这上面多做思考 是 好 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的参与 也谢谢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石耀伟先生 谢谢大家